在东南亚老沃摩顶经济特区生活的第364天 现在是老沃时间下午4点 4万气温26度 昨天我在咱们的WIP群里面发起了一个活动 端午节活动 就这么说 可能出自一切 我们一起去小苹果家 把他店里的妹子都包圆了 完了之后带去KTP玩 然后骰子 什么369之类的 各种小游戏 因为他家的妹子放得开 结果好像只有咱们的超级VIP 180 一分了下一个 其他人好像都不太感冒 所以端午节活动基本上炮弹了 看来晚上应该还是酒吧局 好了话不多说 我赶紧去刷个牙洗个脸 换个衣服出门 因为还有一个VIP在等着我 他准备把行李放我那个小店铺那边 现在我穿好衣服了 背上我的背包 你们可以听到那个啥 疯狂的叫 兄弟们 这不带他 好像不太行 这带他又不方便 你看我走远了 你看越叫越大声 不行不行 不能带他 终究还是很不像那个新兄弟们 这死心裂肺的叫 算了带上他吧 出门而已 接下来带着这一只兴奋的不行的狗狗出门了 兄弟们 现在我来到了楼下 接下来骑上我的牛伯经理前往我的店铺 现在我来到了店铺这边 接下来把行李箱放到里面去 这么多的东西 那么感受一下 把这个各种东西往这一集团 这里还有一辆另外一位网友集团的电动车 一直没来拿 顺便拿了一本护照拿去续签 刚刚我把网友的护照拿到了 后面口岸那边去续签了 太忙了 刚刚在那边的时候都忘了拍 出来的时候才想起来 我们一队呢 到了夜市这个烧鸭店这边来了 边上有一双美腿 这是个好腿啊 兄弟们 我们一队呢 在这个夜市最后面这里吃夜宵 端午节 庆祝一下端午节 就南洪子这个店 我们各种一顿吃 竟然还剩下这么多 酒足放饱了都还剩下这么多 讲真的这一家还是挺划算的 三次来这边吃 只吃了500多 反而比夜市 比夜宵的那种烧烤要便宜了 我们一队人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前往那个零零超市 汇合一下 兄弟们今天晚上的阵楼 相当的强大 一大堆全是人 现在我们的大部队 逛到了这个铁皮房这边来了 先进去把那个王子头给他订了 我们一大堆人为了这个王子头而来 你知道吧 直接就蹦到他这里来了 先把它拿下再去找别的 我们一队就逛到了这个苗祖殿这边来了 讲真的苗祖殿的腿 它是真的白 比别的要白好几个度 现在我们的剩余部队 因为没看上那个铁皮房的 所以又逛回到了祖杰这边来了 跟他们逛完了 逛累了之后回家里面稍微的小气了一下 休息休息 现在时间来到了老窝时间9点55分 接下来赶紧出门 到零零超市或者星空酒店 跟大家集合一下 准备前往酒吧 我们一队人在这个南亚客栅门口 等着等他们下来 还有一些人还没过来 你们现在我们大部队要准备出发了 前往酒吧 你看看 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 所以有同时这么多可能出发去酒吧的 现在我们一部分已经到达现场了 现在往上一样的 就是呆了两多 之前厂商的人不算多也不算少 时间差不多 老窝时间10点5 接下来看喝了兄弟们 现在我们喝的差不多出来了 跑到这个夜宵这边来了 月娥妹往这边领 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算了 再给她一次机会 看看今天刷下来是多少钱 今天又是人满为患的一天 兄弟们 我们一队人吃饱喝足了 接下来我们这么多个人 应该是要准备冒雨回家了 兄弟们雨下的有那么一点点大 刚刚我们各自冒雨回到了家里 全身都湿透了呀兄弟们 今天晚上因为有咱们的超级VIP180在场 所以又是疯狂的放了两箱礼花 一箱一千人民币 两箱两千 我操 两个烤桌上 整个桌面 地面 沙发上 全是那个梨花 确实太牛逼了 酒吧那个定台呢 都一个点的说我们会玩 我只能说 是180 牛逼 不过今天晚上好像大家都蹦累了 什么王子头 眼睛妹 甚至连阿兰 都没有昨天晚上蹦得那么持久了 但是还好 整个整场酒吧里面的气氛相当的不错 相当OK 我还拉了几个到那个台上去蹦跳啊的 回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场 雨下的很大 完了之后我们一看 我们才回到家里面 大概十来分钟 雨就响了 这雨季真的是气死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